我們剛剛看到的就是萬一若你的網頁 你要的網頁它不能加進來 你就不得以用這個坎入 那其實我們youtube的上面 其實它分享了之後 有沒有一個坎入 對不對其實也有 如果說你需要 一般我們的坎入就是 用這個語法叫iFriend i是代表in了 裡面的意思 裡面的頁狂 因為你的網友幫你挖一塊 連結到別人家裡面去 這叫iFriend 那很多網站的服務 比如說你要用Google的那個地圖 比如說我們演習 還是說 我會把那個地圖秀出來對不對 我就讓Google的那邊 取的那個程式碼 把它K進來也可以 也是可以 好 那這種呢 是我們剛剛所看到的 就是那個 類型裡面的其中 這一個 教材類型裡面的 像這樣網頁的 像這個也是網頁的 那麼 另外呢 如果老師你有放在那個什麼 Google文件有沒有 我們Google硬碟 它上面有office嗎 也是Google文件 那下面也有幾種 比如說像這個 這個是你 等於說是自己的話 自己的話 你看我的word檔 就直接放在上面 有沒有一樣可以分享出來 對不對 那麼你要傳到雲端 傳到Google雲端 它會有兩種選擇 一種之間 像我現在這個 這個是 各的檔不做轉換 也就是說不轉換成Google文件 代表一件事 你只能看不能改 只能看不能改了 可是它一樣可以共用出來 那這個呢 就是透過那個 iPhone 就是扛入的方式 你取的那個語法 就貼進去就好了 就把它貼進去 這是第一種 那第二個呢 這個是Google的簡報 這個也是扭轉的 也就是說 你不想要做轉換 因為轉換之後 有些不可否認 畢竟那個格式還是 有一點點不一樣 有一點不一樣 因為你想要原資原位的 那這個簡報呢 也可以像這樣 這是PPT 可是我就直接變成 在網面上看 在網面上看 那如果呢 下面這兩種就是有轉換過的 有轉換過的 有轉換過的 會比較接近 我們平常使用簡報的習慣 有沒有 這個是有轉換成Google文件的 它一樣可以 就是透過這個方式 砍入 都是我們剛剛有教材類型 內砍的方式 好 這是簡報 然後呢 這是文件的部分 這是文件 等於說我這個 我會 平常整理的 平常整理的 我可以把它 就是Google文件 那當然 其實你也可以用PDF PDF 像這個PDF 是沒有轉換的 沒有轉換的 所以就可以直接用 有沒有像這樣 就直接看 對不對 也是可以的 講到這個 我是不知道大家 那時候 來到這個市場 那時候媽媽沒有便宜 那時候媽媽沒有便宜 哈哈哈哈 給個歷史 那時候這個 大家有看過嗎 沒有齁 這個其實是免費的那個電子書 然後呢 因為太紅了 所以後來有出 就是實體的 實體的書籍 然後呢 又人媽媽出了什麼 兒童版有沒有 親子版 對 他大概兩百多頁 兩百多頁 我覺得還不錯啦 所以說您覺得 想要了解一下 到底你這些 請配方 怎麼用呢 我們買個東西 就使用手勢 你媽媽就要自己給你嘛 你出來後 忘記順便帶一本 哈哈哈哈 所以你可以做個參考 所以我們一般比較常見的 大概就像這樣 你如果是一般網頁 當然就直接抓 那如果是您自己的 我會蠻鼓勵 如果說 學校的書籍學給您來幫 就是這樣不方便 直接開放的話 您可以直接 放在您的雲端 立點上 那用這種方式分享 因為我們知道 分享的時候 有分幾種方法 第一就是什麼 公開 然後呢 所有的 收訊寫 都找得到那一種 那通常我們 並不希望這樣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選擇公開 就是自辦 那這樣的話 其實再看就比較容易 好就比較容易 那這個呢 你看比如說像這裡 我是有公開的 我按右鍵 共用 如果您是在學校網域裡面的話 會有這幾種 會多出下面這兩種 有沒有 平常的話 主要是這三 這一個跟這一個 我通常都是選這一個 你就收訊寫 不用幫我列入 沒關係 好 我就只要知道了 那我們透過 輪到資訊 他就知道網址了 就是連結會去這樣 好 所以這樣子您對於就是 在輪到上 建立所謂的教材 這種 知識的部分 有沒有 OK 那我們順便看一下 知識的部分 我們剛剛講過 你也可以訂閱別人 對不對 好 從這個發現裡面 看看別人有沒有 那 我怎麼知道 我現在到底 訂閱了哪些 自己建立哪些 有沒有發現後面有數字 好 你就可以從這邊去再去找 比如說 我有訂閱的知識 我順便來這邊看一下 我訂閱了這麼多 那 等一下呢 我們就 剩下最後幾分鐘 我跟老師再來講解一下 我們的群組怎麼用 好不好 OK 來 訂閱剛剛這個應該沒有太大問題 所以您直接訂閱就好了 因為 你訂閱的時候 不見得是自己用 你也可以 我們最重要的是 可以拿到群組裡面用 好 我們在群組裡面用號 對